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如果還想在職業球隊踢 當然有些旁運 但沒有辦法 有時要等個機會 很可惜地在十多歲的時候 已經停了游泳 我覺得現在回頭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都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 職業足球員 他們是職業足球員 很久沒出過來了 我簽了七個月合約 我收過一個員工 這個夏天變成失業足球員 現在失業的情況下 或者沒有球隊的情況下 這樣做才是… 我一定學不起 還在生存的球會 要經營也很困難 因為在狂超 買份保險也去到30萬左右 第二個想法是 每一場的那一場要賺多少錢 兩個月前 我還在考慮會否落格做 球隊現在越來越少 由八隊減到六隊 也代表失業球員現在越來越多 阿喬是職業足球員 今年27歲 全職踢球十年 不過近兩個月 他都沒有踢過比賽 今天是第一次這個比賽 我覺得挺好的 對我們一群失業球員 是一個好好的機會 去建立自己的身體狀況 他踢開最高組別的 香港超級足球聯賽 上季效力漁圓 不過漁圓因為財政問題 推出港超聯 所有球員變成失業大軍 失業的還有天水圍飛馬的球員和教練 這晚他們臨時成軍 武統一球三 和業餘甲組球隊深水埗踢友誼賽 認真一點,認真一點去對待 大概有兩三個月沒有比賽的時候 這些就是你們要表現的時刻 最重要是表現到甚麼 表現到你們還是想當職業足球員 好,大家全都好,來吧 組織這群失業球員的 是球員出身的足球總董事陳志康 他有份成立的職業足球員協會PFA 提供場地和訓練 比未有班樂的球員 幫他們保持狀態 在PFA這個星期練習的 都有25至30個 受影響而暫時仍然未有班樂 你說超級厲害 禍遊戲有見過 周日無法練習 阿翔會送外賣帮保身計 那現在失業的情況下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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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この時刻 香港肯坐有了 今天是星期日 如果做8至10小時 千多元就沒有酒雞 加上有錢成本 有錢的人可能是一百多十 我自己會當作學多一點 因為足球員生涯五場 這是事實 當你甚麼都做試試 將來你退下來就很旁旺 早在1819球季 原本有10支球隊參賽 但連續三個球季 總共有六支球隊 因為投資者設資或財困 退出港超聯 到剛剛過去的2021球季完結 只剩下六隊 是力尼最少 為了幫一群失業球員維持狀態 球員協會每一三五都會練球 有二十多人參加 旁邊大雨下撲來撲去 都是謝家榮過去三年職業生涯的寫照 由夢想 富力到漁園 連續三個球季 他踢的球隊都在季尾散斑 夢想的情況就跟漁園差不多 都是沒有資金 富力的情況有些不同 可能老闆就不想再在港超那裡再參加 其實都沒有甚麼好提 就是很久都沒有出過糧了 我簽了七個月合約 他跟隊友入品追諒 隊友開玩笑,說家榮比較有經驗 其實都有一塊東西 不知道就是合約或口供那些東西 也不是說很有經驗 剛好是去年富力也有遇過類似的情況 達同小儀是上勞工署和勞資審查署 所以可能他們就覺得我比較有經驗 始終疫情會影響到 我們的班主 某些生意差了的時候 可能扔下來足球方面的錢 就可能比較緊缺 我經常說 望遠都是膠短 沒有糧出,沒有公開的 除了球員,還有教練 曾經帶領香港兩道 贏得省港盃的郭家樂 原本和天水圍飛馬簽約兩年 教了一年,球隊突然散班 令到他壯志未囚 拿成績其實不是短時間可以立刻做到的事 但我去年其實帶飛馬 我自己覺得一些好的東西慢慢建立到 我需要多一年的時間去繼續做好些 但已經沒有了下一年了 但香港足球就是這樣 延續性比較短 來,過來,過來,過來 新加坡 郭家樂義務為失業大軍操練 希望幫球員延續職業生涯 但自己的前景就不是那麼明朗 他去年透過中國足協 考到最高級的教練牌 全港只有七個本地人有 但專業資格未必幫到他下班 這個牌可能多一些外籍的教練有 所以有些本地球會就覺得不如找這些教練吧 變相本地的教練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我自己也會擔心 22歲的前漁院守門員謝家榮 仍然在等下班期間 入選了23歲以下的香港代表隊 從小到大都是在港隊到U-13 踢到現在U-23 差不多都有10年的時間 甚至入選過一、兩次大港腳 2014年,香港16歲以下代表隊 歷史性打入U-16雅少杯決賽州 被譽為黃金一代 謝家榮是其中之一 即使清分球員表現出色 職業層面都不一定能夠吸納 你說如果可以 那時U-16的Squad 那20多人都踢職業足球 其實在香港離開是很難的事 但起碼我們有一部分的人 都還在職業足球生存 拍攝當日 距離開季不夠三個星期 連同家榮在內 這支25人的港隊青年軍 還有6個人未落到班 但就傳出 足總會成立U-23職業球隊的消息 起碼可以讓我們繼續在職業足球上踢 繼續踢港超,繼續有班 下年就23歲的嘉榮 如果今年加盟U-23 下個球季就會超零 很大機會又會再失業 當然你會擔心 一年不知一年事 起碼這一季你還有機會去表現自己 可以繼續看職業足球 但如果這對U-23都沒有的時候 可能今年有很多人已經要離開職業足球 過間樂是成大舊生 畢業以來他也有無效教球 雖然只有簡單的居馬費 但他落在其中 做運動的一個教練 經常為了錢 會錯過很多有潛質的球員 或運動員上去的機會 隊中有球員曾經入選U-18港隊 郭根樂原本想邀請他們 加入自己任教的天水為飛馬 其實是同意的 但因為我的球隊今年也沒有了 所以他又轉過頭 又沒有了這個機會 很可惜 謝謝… 亦有學生本身是職業球員 但受球隊散搬影響 袁世傑是其中一個 他去年踢魚丸 其實踢得很好 但很幸運 球隊現在不踢超聯 所以他亦沒有搬 一些卡通經常說 Follow your dreams, follow your dreams 但為何到18、20歲的時候 那些人會跟他說 Do not follow your dreams 我自己是一個 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的人 我自己辭職之後 一直很想成為一個職業的教練 那現在一直在走這一條路 我自己也想做一個 role model 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他們作為年輕人 應該要去追隨他們的夢想 2009年 香港足球代表隊 歷史性奪得東亞運金牌 政府和年底推出鳳凰計劃 香港超級聯賽因而成立 參與港超聯的球會 必須申請亞洲足協的球會牌照 成立超過60年的流浪足球會 屬於中小型球會 每年頒費大約700萬 李輝納出任球會總監已經33年 帶領球隊由丙祖踢到超聯 花牌制度出了之後 我覺得都是一個半腳石 對我來說 如果做球隊 由於這件事 由於那件事 可能都是要花費銀紙的 要取得球會牌 就要成立四支 12至18歲以下的青年軍 靠四隊的梯隊不是一個意思 當然有很多開支 教練的開支 場地 小孩子 他們日常的裝備 飲水等都是錢 如果我們去甲組 我們省卻了很多這些經費 那一對抗超 你一開始 你買份保險 都去了30萬左右 每一場 你給租場費加上那個開支 一場球約3萬元左右 那每一場球收得那幾千元 那就平衡不了支出 我想每一場球要損多少錢 為甚麼一支球隊 他們讓我下去踢甲組 我想速球總會要檢討一下他們的制度 在門檻放低一點 如果我們貿易取消法牌制度 那對其他球資較大的球隊來說 就變得不公平 開櫃之前 流浪去到位於沙田石門的 潔志中心踢友誼賽 潔志是少數擁有自己訓練場地的 港超球隊 我不可以讓中風出來 拿到球 很容易轉身 平時我們在九龍灣練球 九龍灣是康民署核下的場地 提供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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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的分配給我們 每一天只可以一個半小時練習 所以是不足夠的 相比起潔志 自己的場地 將他練習多少練習多少 作為職業球隊 但是流浪都沒有自己場地 尼費納希望政府可以給多些支援 自2011年起 政府每年都有超過二千萬支座給足足 政府給那麼多錢 完全幫不了我們的職業足球 那這些錢是否可以所有每一場的職員開支 在球場地的人員開支 從政府的撥款出來 讓行動給他們 幫充給我們求會 目前來說 軸種的經濟条件是做不到的 因為 Denton的庫房 也是很大的依賴 是靠各方面的資助 我們在求會 我們鼓勵他們去尋贊助 只能夠從鼓勵母上的角度 面对大批球员失业 祝总最终在新球季开始前三个星期 公布成立香港U23职业球队 以23岁以下球员为主 割足未来那季的超联 谢家荣也成功落班 27岁的阿翘 无缘落班新成立的U23球队 一有空他就去流浪跟踪 阿翘的梦想是出锅踢球 曾经去过西班牙试脚 但是发现即使球技达标 香港球员也还有其他先天不足 因为始终别人的球队是说如何营运 他签你帮助到他有什么收益 有没有赞助吗 会不会签了你之后 在你各个国家推动我这间球会的品牌 我经常跟自己说 任何时候都要见步行步 始终我二十多岁 尤其是守龙门 四十岁的人还在守 我希望自己起码都能踢到三十四、三十五岁 我相信现在还有七年八年 我会准备好现在我可以做的事先 等待机会 尤其是守龙门 我去找到三十多岁一个城市 我最后找到四十万二五岁是否 一定是他以后还是有更多 nude色的 都是耐力的訓練 可能教練入體能室時 都會叫我跑20分鐘 30分鐘 才去刮船或其他機器 在做運動的盧卓行Karen 是運動心理學家 她小小就接觸體育 加入過香港游泳代表隊 曾經保持22項香港分靈游泳紀錄的她 是今集經緯人物志的主角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中長距離的泳手 所以練得比較多都是耐力的訓練 練完水之後 你洗完澡換衣服 之後就進體能室 或者出去跑步 她十歲就入選香港游泳代表隊 跟很多運動員一樣 目標是參與奧運 跟奧運最接近的一次 是2004年的牙典奧運 教練其實都很想我去博博那屆奧運 我自己也抱有很大的期望 因為其實跟奧運的標準也挺接近的 所以那時候也有全力以赴 也有加操的 那時候一個星期也游足七天 嘗試看看能否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奧運近在眼前 但是她當時只有16歲 不懂得處理這份壓力 我知道那個比賽是奧運的比賽 我會特別緊張 以前可能是比賽的前一個星期 我已經開始會逃痛 會上課其實也不太專心 訓練的時候也會在想當日比賽會發生甚麼事 我不是說很喜歡跟別人說自己想甚麼的 那些小朋友來的 即是收得近一點 我未必會真的跟教練去分享 我緊張的位置在哪裏 那家人其實也少說 家人其實也少說 體院以前是有心理學家的 但那時候其實也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因為教練也沒有提及過 原來有這方面的服務 龐大的壓力 令到Karen一直做不到更好的成績 最終功虧一季 無緣奧運 她在17歲選擇退役 之後在大學修讀心理學 再到美國進修運動心理學 去到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鎖定了運動心理學 就算我很可惜地 在十幾歲的時候 我已經停了游泳 我覺得現在回頭看起來 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幫香港的運動員 是甚麼 小時候我已經知道有Karen這個人了 到現在就成為一位運動心理學的專家 要考慮一下 要寫一下 學成歸來 她以運動心理學家的身份 重返體育界 想你列一張清單出來 在你們自己的小組裡面 究竟你害怕甚麼 寫下她 譬如你害怕 有些榮手會有提到 譬如她會怕拉車 拉車其實就是後勁不計 怕體力不夠 怕被人罵 怕身邊的人不開心 很多時候我們寫下我們害怕的東西之後 就可以分析 究竟她是可以控制到的 還是不能控制到的 因為害怕 所以結果就是我偷偷的 我的角色其實是 就是跟運動員聊天 好看其實究竟她說甚麼給我聽 然後我就將她說的東西 再抽屍剝奸 很多時候我們會 叫她們懂得去設定一些小目標 去幫自己 提升自己的專注力 和提升自己的信心 可能我轉遲要轉得好些 那究竟要想一下 就是怎樣轉得好些 譬如可能我的水底的腳 應該要怎樣去做 去找出她的 最根深替顧的問題是甚麼 如果前面是有塊石的話 我就和她一起合作去搬走她 我就會集中說一下 究竟怎樣推動自己去做運動 Karen的另一個身份是做公眾教育 她希望市民有更大的動力 自發做運動 亦都期望他們更加了解本地運動員 普通市民我相信都是隔空地 去支持我們奧運的運動員 不論我們是正面的支持 或者我們想作出一些評擊的話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先去想一想 究竟我們寫這些評論的時候 那個動機是甚麼 奧運因為今屆我們的成績特別好 大家關注的程度相對地是高了 而且我覺得全港的市民 都是為了我們的運動員開心 等他們暴行 當然我會希望這一團火 不會熄滅的那麼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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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